他自己滑了一下 哇 他用滑的 眼見山坡上一名白衣女子 差一點直接滑下去 莫及民眾嚇了一跳 驚呼出聲 好險腳步停住了 陡峭的山壁上不少土石因此掉落 他調整步伐繼續往下走 步步驚心 果真又滑了一跤 這是荷花山武嶺停車場旁邊的山坡 景觀台上的民眾拍下驚險的這一幕 緊盯著這名遊客從陡峭的山壁上下來 最後他連續幾個跨步跳 人平安抵達地面 讓人疑惑的是 為何要爬到那山壁上方 影片一開始還看見 除了白衣女子 下方還有一名黑衣男 民眾在武嶺看日出 意外看到比日出更吸睛的金銜炒麵 上傳網路引發議論 這也違反了國家公園法的禁止事項 違反了國家公園法的禁止事項第15條 那法則的部分大概就是1500到3000元 和歡山陰晴不定8號下午起霧飄著雨 目前是虎杖開花的季節 山坡上就開滿了虎杖花 有的已經開始變紅 山坡有禁止攀爬的告示 但是有些遊客視而不見 不行啊 我覺得這樣很糟糕 第一很危險 第二這是國家公園 七十山區也有山徑可以走 昆陽路段就有民眾趁著傘穿雨衣 一起走在山棱線上 這是通往荷花南方的山徑 想走走山路不是不行 得選擇合法安全的路徑 TBS新聞陳家貴 吳淑萍 南投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